HELLO 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白同學 白同學今天在背上的東西 就是我最近看那個新聞爆得很轟動的那個小玉 超商事件 白同學身為一個兼職的YouTuber 白同學來分享我的看法給同學看 也許這個東西你叫小玉 那不是那種水溝店裡面的燒焦 不是就是大概講一下就是台灣很火紅百萬訂閱的 那個一位很年輕的YouTuber叫小玉 他就是拍一張超商的一鍋子買東西送給你浪漫什麼 就是有一些法律問題什麼 但是今天白同學要探討不是法律問題 法律問題給他們專家說 白同學今天要來背的是和你CC相關的 因為很多東西現在拍影片 YouTube也好 還是說你LB打卡那些也好 現在的人隱私權肖像權都蠻注重的 白同學用這個機會來分享 白同學拍YouTuber 這個大概一年多來的經驗 分享同學有什麼妹妹角角 我用40歲YouTuber的角度 發足的角度分析給你看 當然 也許現在你沒有在拍拍片 還是說以後你的小孩 或是那些年紀比較新的 還沒有身分證的那些 你如果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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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還沒有也更快 серый也 filling 好來開始 大概小異是誰 也就大概google一下就知道了 不是燒業了 好來開始 以白同學拍片的經驗 我來套用在這上面 我說我以前有拍一些美食節目 我先跟你說 基本上拍片都要一個理由 就是要先跟店家告知 欸 我來幫你拍這個拍片好不好 店家 嗯 好 大概怎麼拍 你要先事先溝通 拍照也是要去拍拍照的 大概我之前有拍那個 某某牛肉麵 我不要說 沒人說 啊 你在拍 我就覺得真的 朋友在推薦 吃不拍吃 我在拍的時候跟店家 智慧說 我要來拍片 然後就大概要怎樣 他說 OK 我就開始拍 然後 那個時候就是角度大概在後面嘛 就沒有人 然後後來切換另外一個角度 欸 那有一個人 後來他走 我們就開始在拍 在拍的時候他也知道你在拍片 有的時候 人家在吃東西你問 問跟不問有的時候也是很曖昧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就去去拍 然後後面人都跑光 但是後來來一個 某某人 我們不能說男女 那個保護者就來 說真的我拍了的時候 那天我說真的 你覺得片場前後氣氛 你如果有仔細看就看得出來 我那天說真的後來 心情說真的變臺壞 但是也是要強言玩笑 你如果說 比如說拍攝有一個禮貌 你就是 還是說你沒有要入鏡 你就是大概 那個什麼 你來幫我智慧一下 不是耶 好 要不要乖 你不要擔心啦 你不要擔心啦 好 要是說這個我很沒面子 當然有的會覺得說 你就不拍人家的權益 這個我知道 但是我那個時候也是想說 就忍下來 我會跟你打馬賽克 因為我剛剛在拍 你也沒進來 你現在去到鄉 我真的在拍你坐在那邊不知道 然後店家那個時候也是覺得很尷尬 然後後來那一次就完了嘛 然後第一 不知道 經過幾天我去拍那個董事園的碼頭 後面有一段很多同學都沒有看到 就是有一群那個 怎麼說 那個年輕的媽媽 跟一些鄭媒在後面吃東西 我在那裡在吃蚵子煎 在試吃 在拍拍後面 我想說沒有在告知一下 我想說 告知應該是會被打槍啦 因為上次那個牛肉麵不愉快的經驗嘛 那個客 旁邊那個客人 我就問他 我說人家那裡刺得很大風啊 好啊 沒關係啊 路徑有什麼關係 結果那時候我比較白癡 我鏡頭那時候 我就是要先徵求他同意 我才會開鏡嘛 但是一般人就是先開鏡再問 以後我有怕 開始在拿東西 準備要來拍攝的時候 我就看那兩個妻子 在那裡在對鏡頭 在那裡在說話 對鏡頭 就覺得沒問題就是很科學 然後後來在拍的時候 人家有看那個過程當中 他也是偶爾就轉過來 就對著鏡頭微笑 我剛剛那種氣氛很好 對不對 就大概這樣子 還有最近的就是民雄大熱鬧 為什麼我會挑選到幾個店家 不是我有食材 還是說 就是我剛好就是喜歡吃那幾樣東西嘛 然後去買的時候 也有兩三個店家 有想說 客套給他問一下 我想說雅七 應該是也都會說得到現代時 禮貌什麼問 不好意思 第一次問我拍攝了 我們不能說賣什麼 我說 不然會吃了會喝酒 不好意思 我們沒有放棄 我們沒有心理準備 我想說 吃了怎麼會好奇 就是到底什麼情形 因為大家這樣來來去去 有的人也是在喝 想說我的了解 他就跟我說 反正我就不想喝 我就覺得 沒有啦 我想說你如果是商業機密不喝 不好意思 我沒關係 我這一段就直接把你剪掉 所以螢幕裡面我也沒有談 因為那個是大家的權利 因為我跟他拍片是一個互相 因為空間是大家的嘛 後來後面那些店家 我就是先跟他講 徵求同意 他在拍攝 因為你很像這樣 站在店家的角度來看 靠你不在乎 不在乎 買東西 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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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 或是說他的東西 拍攝什麼 店家也會害怕 所以說 我們以同理心來講的話 店家跟拍攝者要去互動 好 要開始要切入正題了 還有那個 火鍋在拍攝是有徵求店家同意 就大概這樣 因為一般連鎖店 他有的說店家沒有拍攝一些運作的機密 不方便讓人家知道 來 好 切入正題 以40歲的角度來分析 小玉 超商影片這件事 那法律問題我都不在乎說 因為那些人傳來傳 我們今天說最實在的 社會社會社會在看那個感覺 因為白東學本身 YouTube跟經營也是有 固定的一些進度 你幫我收看支持 我來分析我的角度 我聽 大概我們是以30歲 40歲左右 這樣白東學年紀 基本是剛才29歲而已 對呀 分析給你聽 來開始 第一 全部在清空那個網 那個7分的時候 你如果看 他說他凌晨2-3點在拍 那是我自己的感覺 大家互相良性討論 基本上意外的經驗 在我家裡這裡就對了 你3點 你還怎麼生理不去7分 一樣 沒有幾秒鐘就人進去 在你吹冷氣 在那散步都好 你在大都市 就是你凌晨3點 幾乎啦 沒什麼可能 你如果沒有管制 沒可能 沒辦法中間進來 會打斷 那但是 有可能幾個五年 他打馬賽克 那是我們合理的法語 第二 拍櫃台 他是有打馬賽克 我為什麼覺得這個質疑點 比較 要說 我們要去研究 幫他剖析的人 因為白東學北 那個什麼 某某 超商商 你就覺得說 要跟他 巧遇粉絲 粉絲對我 要在裡面 你包括連拍到他 櫃台都不行 他最多 就說你在那個 旁邊櫥窗休息區 所以 他是先 到底對那個 縮影眼 還打到馬賽克 基本上你如果 沒有徵求店家的同意 店家沒有同意 打 你是不可能 那邊舉經那麼久的 打到馬賽克 這也是一種前後矛盾 然後 那個什麼 全部他那天 大概買了一千 一百多件 樣品 我們抓一千一好了 結帳最少一節 平均 玩兩秒 騎點多少錢 我說點多少錢 我是覺得合理 但是點多少錢 他在逼 尤其 我會去 那個什麼 便利商店 他們都是一個在顧 你不可能這樣 忙得過來 你其他人去 看那麼多的時候 也許他會先這樣子 我們說 合理懷疑 他就覺得說 你要鄉鄉一個結帳 點多少錢 他在等的人 你會等到去背面 很多都是這樣 你稍微等一會 他要壓到 想我把他治療 對不對 這個也是 其他客戶有可能會抱怨 但是也沒有產生 有可能也剪掉 也說不定 第四件 店家如果沒有同意的話 不可能這樣拍攝 我在說的是怎麼樣 你又把那些東西 倒在肚子 他要壓到 他要壓到 從前一個小拍照 被椅子夾到 是不可能這樣拍的 尤其你在學會前 那個東西 有的時候你在控制 你如果說 有在拍馬片 光兩個人要完成 是比較不可能的 尤其 也有辦法 但是你要這樣 還在那些 那些食品 在那些遊行 我是覺得 感覺上拍攝 那些小拍就有 那個瑕疵 我給你感到 然後 再來就是 結帳完的 影片拍好 上架 最矛盾的是什麼 我看在上面在補 後來店家主管 發現那個 影片內容不妥 打電話跟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事過消極的說 這樣不行 你如果想 完全都沒有實際 只說 我給我拍攝 大家溝通多而已 他哪有可能知道 他的電話 我也很想知道他電話 對啊 為什麼我不知道 那個電話原地是 先一般 口頭告知要怎麼電話 這種東西 我覺得有可能 我們合理懷疑 可能有幕後 什麼公司 他的操作運作方式 再來 這不是我們要說的重點 我開始要來 覺得合理懷疑 用四十塊 發主的角度來 營銷 簡單講 先人跳 因為白東學 如果說 我youtuber 拍到現在 中間大概四、五家 廠商 我們不要說第一間 他也是說 白東學 我多少錢給你們 操縱我的產品 然後拍成影片給人家看 為什麼我都沒有答應 那買的是 你走來 不用錢 我開箱給你看 好壞 我講出來 但是我合理懷疑 這個可能就是 我們說真的 嫖客 跟買春的 跟那個 架頭 中介 三方面後來超不容易 比如說今天你幫他拍 一支業配 你來代言說 這些東西買一買 然後送到那個 那個瀏覽行 怎樣怎樣 你可以賺到點閱 而且還有那個 業配的一些費用 那是合理懷疑 結果打起來 因為你如果說 有比較 有規模的經驗 的youtuber 就知道我講什麼 他如果真的 職業業配 他錢砸給你 他一定要廠商的審片 他就是打起來風格 廠商覺得 那奇怪 我買下的風格 裡面我看影片 有人去給他下載 你給他看的網址 我覺得影片說真的 站在中壢 我也覺得沒有什麼不妥 他就有的東西 好吃 他講出來 就有的說什麼 回來商業 怎麼像這堂 這堂我放這麼久了 怎麼在看 放要整半年 但是為什麼 我不要吃 我捨不得吃 我這樣解釋 他才不會說明 你跟那個什麼 影響商業 對嗎 但是他就是 沒什麼說 大概說的說的 但是他可能比較沒力 看他在那個 食物在那裡的油硬 感覺觀感比較不佳 那你什麼 變成說 飄客的就是感覺 吼 我那天 叫你們那個 我富山穿了 叫你腳壓管 他說 哇 我腳壓很高 結果他說 但是我給你撲 那是我給你撲起來 不是你把他壓管 雙方談不容之下 他就等於把雞頭說 雞頭就是什麼 就叫他來不容 來不容 所以飄客很不爽 好 我今天我們這肉片 是要打出來看的 沒關係 我打出來後 幫你煮一下 那個 雞頭 沒什麼說 我拍片怎樣 他就是 怎樣就是沒傷勢什麼 不然你還要再下車 還要再打一氣 要靠你 哇 你而已 我把鞋子夾到怎樣 對啊 簡單講 來個火馬槍 還說到什麼 去叫傳播妹 你怎麼叫的時候 那很多你沒有看到傳播妹 來 你沒有想要給我贏錢 就叫他們這樣 翻跟斗 你也是要尊重對方 那雞頭 很多要做 做雞尾 外面的麻糊 有都是不� tort 你現在 我出 behaviour 你現在 就當地位 complaints 都是不爹 你現在 但是 咱咱說的 腳壓不夠高 尤其是 那個 怎麼講 我覺得台灣這很奇怪 包括我上次去澳門也是一樣 那個知名連鎖店 我剛才騎著自拍棒 我就拍完 然後我現在進去 我就趕快去走 欸 不要拍 你們都在臉上閃下 我只要拍一天 你付我錢 我還不一定會去幫你拍 但是我的做法就是說 要拍攝之前 我一定要經過你的同意 但是當然 站在公司上的那個什麼 他的感覺就是公司說不要拍就不要拍 像我今天去買東西 我就跟結帳的電影問 我說 欸 像這個為什麼不能拍 你要說商業機密 公共場合 大家去看 你像那爆料公司 很多沒有說什麼 服務人員態度不佳 就在那裡回頭 也是在那裡 現任房子 也沒有馬賽克 還有那個 怎麼講 很多行車紀錄器 他拍攝也剛才幾次啊 之前我在那個 那個什麼 木柵動物園 就頭前現這隻 當我卡普過現狼的 那個人 還蠻嚴重的 後來我留在LINE 我就是傳了一些關鍵影像給他 他當時我在拍YouTube 肉片 我也想說 啊沒有 那個危險鏡頭丟到上面 讓人家有個危險警惕 但是我是站在受害者的身上 又包括造勢者 我也感覺到 隱私權啊 我現在丟上去 他如果說有一天病痛都好了 他永遠影片放在上面 也沒有經過同意 永遠的傷害 他就一回想 喔 壞准就是去 怎麼給他撞到 所以我看很多行車紀錄器 包括公車那些的 有的都沒有人拍馬賽克 你也說真的要用肖像權 說真的真的過不了 對啊 為什麼我在上面 過去人家說我是三寶 或是怎樣 反正是你希望幫我拍一下 我怕到對不對 然後回到政題 我就跟我們左立 我們在分析 我們台灣有的 不用說在營運那種 一些便利商店 有的頭角 不用說 不用說頭角有動 那如果我今天是 某一家連鎖店的老闆 沒關係 今天燒焦小玉 你已經拍了 你來拍我的影片 我那個場合全部支援讓你拍 欸 說真的拍一天 一個拍我們YouTuber 假設我們不用錢 要跟你拍拍片 你用錢 拜託我們給電位來 免費的行銷啊 但是怎麼講 那個什麼 以什麼隱私權幾條 幾條 我光光在那拍一天 真的去法院告還不可 不一定告得成功 那時候 如果真的你有研究法條 但是我們今天 是跟你研究那些什麼 社會認真社會 怎麼運作 白同學分享給你看 大概就是白同學今天 分享這個 以40歲YouTuber 中年男子 來分析 這個小玉 超商影片 這個事件 還有同學 大家有一個新的邏輯 當然你有些 比較年紀比較小的 小孩子你看 阿伯在講話 有的時候 你台語聽不懂 有好心人 是會幫我配字幕 你再看一下 你仔細回想 你不要一看他 他就要在那裡 黑語白在那裡 社會上很多東西 模糊地帶 你要去觀察 對啊 為什麼那個人 我跟他不熟 但是後來 我覺得他怎樣 我又打電話給他 你為什麼有他的電話 對不對 而且打電話給他 還有說錯什麼什麼 什麼商業問題 那種東西 很多人表面在看 但是 我們這都是一個揣測 我們今天就覺得說 大概分享說 拍影片 你以後會 碰到什麼問題 因為一後的文創很多 包括你 像去旁邊這樣 像去旁邊 白東學也有很多 觀光地區 後面很漂亮 但是後面 如果背景就很好 但是我今天抓進去 那個旁邊 有可能他同學 如果看到我的影片 看 我剛好這樣 被人吹起來 他不高興 那個影片就下家 對不對 你如果說 事先打馬賽克 路人都打馬賽克 像 我告訴你 打馬賽克 我就看到那個人頭馬賽克 感覺就怪怪的 所以白東學在拍片的一些東西 其實是簡單分享給同學 經求店家同意 然後怎麼拍攝 大概會拍到哪裡 先大家說好 比較不會算 但是如果真的沒必要的話 店家不拍也不勉強 很多題材可以做 大概 就是今天白東學來 聊這個五四三 來分享這個 小玉影片事件 大家有一個 對這個YouTube拍片這個行業 稍微深入的了解 那是白東學 大概 之前 遇到一些 業配問題 講一下 我真的 自己來轉 像這首 大家在問 好 一定是不知道好吃的拍 我真的都說過 但是 這一首 以後 不會出現在這邊 好不容易 有一個粉絲說 白東學你可不可以送我 我這個 不送 而且送的時候 我會先試吃拍個影片 對 不送他的時候 結果對方 如果算命我也不知道 你再說 白東學你怕的東西有生嗎 好啦 就大概這樣 如果有意見的時候 大家良心互動 如果大家 酸言酸語來講的話 在那邊 講一些意氣用事的話 其實覺得真的不必要 這樣大家不會進步 來 良心討論 來節目最後 記得怎樣 訂閱白東學第二教師 拜拜